星期四的第一手真相 過了情人節之後, 又要準備過年 過年當然要買新衣服、收拾房子 年二八就洗骯髒 至於…洗骯髒 你還用鹿油葉, 這些東西已經出現了 現在有一種新的搶手貨 可以把壞東西趕走 我們看看除霉氣新貴的第一手真相 鹿油葉可以說是年二八大掃除的法寶 大部分的家庭都會用它來看門口 因為相傳, 鹿油葉可以改善運氣 所以很多太太一到年尾 都會憑在四出手掛 有買鹿油葉嗎? 買了 買了嗎? 鮮的那兩天買了 這麼早買的, 但今天用嗎? 不, 我怕到時候沒有 為什麼?曾經試過買光嗎? 是, 試過我怕它沒有, 沒空就買 有很多人買嗎? 今年很多人買, 那些很漂亮 我們賣十盒八盒 雖然鹿油葉可以說是叱測一時 但它的神聖地位即將受到威脅 年二八洗腦炭 我們中國人想洗走這些壞東西 明年好運一點 就會用這些鹿油葉洗澡 不過外國人也會, 但他們不是用這些 而是用這些 這些一群群的, 就是來自美國的鼠尾草 據說幾百年前美國的印第安人 都會用它來驅除壞東西 他們的先人會教後人用這些樹尾草 去分裂墳墓, 先人的墳墓 家居, 家居, 辦公室 令他們帶來一個好運 樹尾草其實有二百多種不同的品種 我們日常, 超級市場 都會買到一些食用的樹尾草 但這些千萬不要吃 因為這些是白樹尾草 專門用來分洗氣場 令我們帶給我們好運 但其實是怎樣用的呢? 這些樹尾草其實很簡單 不如我示範給你看看 好 很簡單的 只不過我們點著樹尾草 然後就好像… 整色好像有點香, 有點煙 我們在空間裡分煙就可以了 聽Man說, 我除了就這樣點著 好像香薰一樣 可以去除一輪的衰氣之外 如果你想增強來年的運勢 你還可以拿它掃云全身 不過記住, 不要掃漏腳底 話是這樣說 但我都要奉勸大家一句 無論是選五元一閘的鹿有葉 還是選幾十元一閘的鼠尾草 如果想來年必定行好運 最重要還是勤勤勤勤 不要練精學懶, 一味靠腐鹿 那就必定沒差了 請看吧 用鼠尾草煙燻完之後 我發現整個人好像多了很多正能量 我終於儲過力量 可以回家洗臉了 感谢观看